用玉石付K把神光棒是一种什么体验 各位看官过年好 大家再等两天 过年期间绝不断更 这一期我们来掏它内部的管位 这几条线花了一个小时 这点活一点也挤回来 要理我们还是先踢个槽 其实这个活如果确定好位置的话 一会就能弄完 但是它的问题就是没有确定好位置 只能一边做一边凉 这上一集没有磨完的那个杆 现在就可以把它做出来了 要把它装到手柄的这个位置上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位置已经很好 我总怕一不小心把它磨断了 尝试一下没有什么问题 接下来我们开另一片按键的这个槽位 因为这些孔位都没有什么具体的标准 所以只能一边磨一边调整 这个过程实在是太痛苦了 顺便把这一面的槽位开了 磨得差不多了 用细砂棒修理一下细体 装上尝试一下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接下来我们做说明的上半部分 依旧要先踢个槽 其实用这种大坨轻的话 稍微有一点点的风险 可以把它打崩了 轻的差不多了 我们把这个孔开一下 然后用这种细的尖针清了一下细节 弄得差不多了 把这半边装上尝试一下 基本上OK 反面伸出来的这个量也够 给这个开关键上面开一条槽 回头指示器的灯光线要从这里穿过去 把手柄的整个下半部分装上尝试一下 这样过线也没有问题了 接下来做剩下的一半还是要踢个线 依旧是踢线开槽 这里就快速裂锅了 按键上装弹簧的这个孔位要再修一下 包括粘子千万不要再说那个词 好了我们整体把它装上尝试一下 OK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把双翼装上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了各位看官 新年快乐 我们下个时间再见